嗨,我是宇娟,一位优势教练 欢迎你收听优势教练教你提升自信的最后一节课 在今天最后一节内容中 我会围绕着提升整体自信这个主题 再跟你分享三个小练习 我们在第一节中就有提到 可能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体验过不自信 但是我们每个人的不自信 除了程度不同之外呢 我们不自信的核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在我做一对一咨询的过程中 我就发现当我们具体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单纯用不自信这个词来说呢 实在是太广了 我们可以去聚焦 到底你的不自信是因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从小环境的关系 导致你一直不断地去跟他人进行对比 然后看到了自己很多缺点 一味地关注着自己的缺点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也有优势 也有可能你的不自信呢 仅限于某一个生活的领域 比如说在人际沟通或者表达方面 你不太自信自己能够很轻松地交朋友 或者很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在我们进行提升自信的练习之前呢 先去聚焦了解一下 你的不自信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接下来 做提升自信的小练习的过程中 可以更加准确地对症下药 首先我们来认识第一个提升自信的小练习 其实它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练习 更像是一类练习 我们先简单称它为自信日记吧 这个练习最主要的就是通过记录的方式 但是具体记录什么样的内容 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自信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也是需要我们去私人定制的 像我刚刚提到的 我们首先要了解到自己的不自信来自于哪里 当你在产生不自信的感受的时候 你的脑中通常会出现哪些想法 有哪些声音在对你说着什么样的话 我们之所以会变得不自信呢 可能一开始是有一些外在因素的 比如说你的父母或者小时候身边的一些人 告诉过你说 你就是做不好这个事情 你就是没有能力的 这些话呢被我们听进去 然后记下来了 那接下来为什么我们会变得越来越不自信 就是我们其实是在 无意识的去收集证据证明 这句话其实是对的 比如说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一旦你做了什么事情 有一点失败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 啊我果然是不擅长做这个 我果然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 所以我们是在无意识中 收集了很多大大小小的证据 来证明那个 带给我们不自信感受的想法 那自然 当我们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去收集证据 不断地向自己证明说 我就是没有能力的 我就是没有价值的 我就是不会成功的 那结果呢 就是我们现在体验到的不自信了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想要改变这个结果 想要让自己重新开始相信 我是有能力的 我是可以成功的 那么我们要做的 就是去逆转整个过程 之前呢你是无意识的 去收集了很多证据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重新有意识的 去收集新的证据 来证明我是可以的 我是有能力的 比如回到我们的主题优势上面 我在最开始就跟你分享了 我们每一个人天然就是有一些优势的 这些优势会给我们能量 让我们可以去很好的完成一些事情 而且呢 每个人的优势是非常不一样的 如果你能够把你自己的优势发掘出来 并且很好的发挥出来的话 那么你就是可以做成非常多 可能其他人没有办法做好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在听完这个系列的音频课之后呢 现在已经知道了说 原来我身上有这么多天然的优势 那么这就是非常强有力的证据 在告诉你自己说 我是有优势的 我是在一些事情上可以做得很好的 那这样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要有意识的 开始去记录 并且开始去在日常生活中 不断的运用 不断的告诉自己收集新的证据 让自己知道说 之前那些不自信的想法 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你现在有了更多的证据 告诉自己 你是可以相信自己的 在我过去跟咨询客户们的实战经验中呢 我们发现了 比较有效的去使用这个小练习的方式呢 是我们先去找到 一条你之前比较强烈 或者是你非常相信的一个不自信的想法 有可能你会觉得说 可是我有好多不自信的想法 那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来战胜它 所以首先呢 选择一条你的不自信的想法 比如说 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自己 那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准备一个本子 当然也可以是电子版的 然后每一天呢 在这个本子中记录下来 你能想到的 其实你可以好好表达的一些证据 尤其一开始在我们做记录的时候呢 这些证据可以来自于我们过往的回忆 比如说你特定每天花一段时间 哪怕只是五分钟 坐下来去思考一下 从小到大 有没有哪些时刻 我其实还挺擅长表达的 比如可能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的表达就是不错的 或者说曾经我在一节课上面 其实很顺畅的发了言 把一个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 那这些小的例子呢 都可以把它记录在你的这个本子上面 以及接下来的每一天中呢 都可以带着这个觉察里去观察 自己在一天当中 有没有哪些时刻 是可以好好表达自己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去记录他人的反馈 比如来自你的好朋友 或者父母的一些认可和肯定 那这些话呢 我们都可以直接的把它们记下来 有可能你在一开始记录的时候 心里还是带着不相信的 会觉得说他们就是我的好朋友 他就是人特别好 所以他才说了这样的话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只是去客观的 把这些东西都收集下来 目的呢 就是去收集越多的证据越好 虽然这个练习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可能你会怀疑它的有效性 但是以我目前的经验来看呢 其实它对于提升自信 是有非常直观的效果的 尤其在前期 我已经见过很多人 只是做了几天的这样的记录 就已经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自己的状态开始变得比较积极了 不过当然 几天的记录 不可能让你直接变成一个 很自信的人 因为毕竟之前 你的不自信 是来自于很多年的一个积累 那现在呢 因为我们是有意识的 所以可以缩短这个时间 但是依旧 也是要花到可能几个月以上的时间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非常推荐大家 最好可以有一个专门的本子 或者一个地方去记录下来 因为第一 除了在脑中想过之外呢 我们用手把它记下来 是一个强化记忆的过程 第二 其实也是为了方便 我们日后去回看 因为提升这个自信的过程呢 你自己亲自去经历之后 就会发现 它是一个非常反反复复的过程 可能今天你觉得 自己还挺自信挺开心的 第二天不一定发生了什么 或者你自己的身体 不一定有什么样的变化 你忽然又开始变得非常不自信了 那当我们的自信 又掉下去的时候呢 这时候你之前的记录 就会非常有帮助 你可以通过 及时地去翻看之前的记录 让自己知道说 你有这些证据 在证明自己是可以的 并且呢 看到自己的自信 在过去这段时间 已经得到了一些提升 那这些都会给你更多的信心 说我可以坚持下去的 虽然今天可能有点不自信 但这不代表 我未来一直都会是这样的 我是有可能变成一个 真正自信的人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小练习 设计一些让你能够感受到自信的小实验 这个练习呢 也是推荐大家跟刚才讲的那个小练习呢 一起去实践 因为刚才的那个练习 我有提到说 我们更多的是在回顾过去的经历 以及觉察现在发生的事情 那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小练习 是关于怎么样可以更加主动的 设计出一些 让我们可以感受到自信的小实验 当然这里的实验 不是要做一些科学实验 而是说我们可以抱着这种实验的态度和精神 去面对我们生活中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比如我们依旧来用这个 不相信自己可以很好的表达的例子 假设你一个月之后呢 要在老板以及很多同事的面前 做一个汇报演讲 那因为你不相信自己能够表达 所以一想到这件事情呢 你是非常慌张跟恐惧的 那现在除了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开始收集证据 让自己知道说 其实我也是可以很流畅的去表达的之外 我们可以设计的部分呢 就是比如说先把这个演讲稿 在你自己觉得最舒服 最信任的状态下去尝试 可能是你的家人 或者可以是你自己 在你成功的完成了这个挑战系数 比较低的实验之后呢 要及时的给自己认可和奖励 比如你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在你的小本子上记录下来 你今天很顺畅的 把你的这个演讲稿 跟你的家人讲过了 然后呢 他们的反应也很不错 甚至呢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主动设计的实验 你可以要求你的家人或者朋友 告诉他们说 我现在跟你讲完这个之后 我希望你可以给我非常多积极的反馈 因为我想要提升自己 在表达方面的信心 借助这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比较直接的 收集到一些正面的肯定 那下一步呢 我们就可以尝试 把这个难度系数再调高一点 可能去找一个你关系 不是非常亲近的同事 去做这样的演讲练习 这些都是小例子 我希望你可以运用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的核心目的就是帮助自己 去设计一些容易成功 容易得到认可 容易感受到自信的小实验 所以这个小练习 结合上刚刚的自信日记 如果我们是在很刻意 很主动的状态下 每一天都尽量花一些时间 去尝试的话 你应该是可以很快感受到 自己内心那个比较自信的声音 变得越来越大 它可以开始慢慢地去抵抗 你之前那个非常不自信的声音了 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小练习 我简单称它为借助想象 可能你也听说过一些 提升自信的小练习 比如有的人会说 你就想象一下 你自己成功之后的样子 或者你成功之后有多么的开心 然后呢把那个画面 让自己能够体验到 这种积极的情绪 那你就会变得更加自信了 但是我个人呢 觉得这个还不够具体 因为单纯地去想象 这种非常正面的画面 对于现在不太自信的 我们来说呢 是比较难的 因为你脑中的声音 一直在告诉你说 你想那个也没有用 它太积极了 你做不到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让自己去想 太积极的画面 反而会带来反作用 就是让你变得 更加的消沉跟不自信 那借助什么样的想象 是有帮助的呢 其实这个练习呢 也是来自于 我跟不同的客户 在沟通探索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 并且在实践之后 感受到有用的一些方式 我拿出来分享给你们 不过我也希望 你不一定要照搬这些方式 而是去尝试一下 用在你的身上 到底是不是有效的 如果效果不是那么好的话呢 也要去思考说 可能是为什么 我们可能要对这个方式 做哪些调整 会对你来说更加的有效 目前在我们的探索中呢 有了解到 可以借助三类想象 是比较有效果的 第一类呢 就是先去找到 曾经自信的你自己 因为很多人 虽然现在可能是不自信的 但是过往 在你的生活当中 尤其是小时候 你很有可能是 体验过自信的感觉的 哪怕是一个 比较短暂的时期 比如说 有的人是在学校 某一个社团 参加活动的时候 那时候他可能当了社长 他在那个状态里面 其实是相当自信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借助 这个曾经很自信的你自己 第二类我们可以借助的呢 是未来变得自信的你自己 对有的人来说 这个带给他的动力 可能会更大一点 就是你可以想象 自己在经过了 现在这几个月的努力之后 你慢慢地开始收获了自信 变成了一个更加自信的人 那这个自信的形象呢 是你自己认可 并且觉得有可能达到的 不需要是那种非常自信 或者是非常积极的一个状态 只需要是你觉得挺好的 你觉得足够了的 自信的一个状态 就可以了 第三类呢 我们也可以去借助 在自信方面 你很崇拜或者很欣赏的人 选好了一个 你可以借助的形象之后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其实这几个形象呢 也是为了帮助我们一起 共同去抵抗 我们过往已经形成的 那些不自信的想法的 就是当你在面对一些事情 脑中忽然蹦出了一个想法 告诉你说 你不行的 你一定做不好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选择主动调动起 刚刚你选好的一个角色 比如说可能是过去 很自信的你自己 或者未来那个 你想要成为的自信的自己 也可以是一个 你崇拜的很自信的人 把这个形象调动出来之后呢 就去想象 如果是他们的话 他现在会对你说什么 他会用什么样的话来反驳 你脑中出现的 这个不自信的想法呢 比如你现在见到一个陌生人 他想跟你交朋友 你脑中忽然出现了一个想法 跟你说 你这么不擅长表达 你是不可能跟他交朋友的 那这时候 你就可以通过想象 把曾经那个 很自信的自己请出来 比如说可能是15岁的你自己 那这个15岁的自己 可能就会对现在的你说 没关系 只是交个朋友而已 不需要表达多复杂的内容 你就跟他聊一聊 彼此有趣的经历 可能就成为朋友了 因为我们现在请出来的 这个形象 并不是非常遥远的 甚至可以说是你自己信任 或者相信的一个形象 所以呢 他们对我们说的话 往往是比较有效的 我们可能在当下 就可以选择去听他们的话 而不是脑中那个不自信的想法 在告诉我们的了 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我想跟你分享的三个 提升整体自信的小练习 提升自信 一定不会是一个非常快 非常容易的过程 因为毕竟 我们是花了很多年 才逐渐形成的不自信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想要去改变 或者调整 这样不自信的思维习惯的时候呢 也自然是需要花一定的时间 并且整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保持觉察 不断地去记录 不断地去认可自己 已经做到的改变 我目前也在接触很多 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自信的 长期客户 包括我自己这几年来 变得越来越自信的经历呢 这个过程可能会反反复复 也很有可能你会体验到一些 失望跟沮丧的时候 但是呢 我希望你像我一样可以相信 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变得自信的 如果当你自己觉得 在这条路上坚持得有点难 我也希望你不要放弃 而是可以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 协助你一起完成这个过程 在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呢 我也希望你可以借助 我们这么多节课的内容 可以相当自信地认可 自己有哪些优势 并且相信 如果我可以把自己的天然优势 发挥得更好 更有效的话 那么我一定是可以达成我的目标 实现我的梦想的 最后再次感谢你收听 这个系列的课程 在我们课程的更新结束之后呢 我们不会再做线上的 面对面答疑 但是依旧欢迎你可以 私信联系到我 去解答你的疑问 并且我也有自己的 公开免费的视频频道 在B站 YouTube 小红书这些视频平台 都有发布 频道的名字就叫做 优势教练宇娟 在那个频道里面呢 我会持续地跟大家分享 优势以及教练相关的内容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 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持续关注和交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